大家好,我是被漫画养大的中年大叔曼狂 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不是那么热门但很有意思的漫画 今天介绍的是这一部 《易变者》 《易变者》作者三本音符 日文原书名叫《Homonkulus》 单行本全十五卷 这部漫画从2003年到2011年连载在小学馆的Big Comic Spirits 中文版是由台湾东泛来翻译发行的 三本音符这位漫画家 他的作品风格一向都是十分阴沉 描写一些社会角落居民的样貌 代表作品有讲新宿黑帮故事的《杀手阿一》 《杀手阿一》曾经在2001年翻拍成电影 由前野中信主演里头的黑帮老大 这次要聊的《易变者》 也在今年2021年翻拍成电影了 由演技精湛的林野刚丹刚男主角演出 《易变者》讲的是围绕在明月景和伊藤雪 这两位主人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 穿着打扮有点诡异的伊藤 去找住在车子里面的明月大山 伊藤是一个就读明门大学的医学院学生 他看上了明月想要付他一笔钱 在他身上动个手术做医学实验 这个手术有点恐怖 叫做颅骨砖孔手术 根据伊藤的说法 颅骨砖孔手术是一项非常有历史的手术 在国外也很普遍 甚至还有专门做这个手术的团体 他的理论基础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小baby刚出生的时候 头盖骨是没有完全闭合的 这是为了让小baby的大头 能够比较顺利的经过妈妈的产道出生 随着小baby慢慢长大 大概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头盖骨才能完全闭合成一整块 那我们在很多漫画电影里面都看过 说人类的大脑只用了10%的功能 伊藤的理论 就是借由在头盖骨钻一个小孔 让里头的压力产生变化 大量的血液流回大脑而变得活性化 说不定人就会产生像第六感这样子的超能力 接下来我们回到主角明月静 明月虽然穿着一身的西装 但她是一个住在车子里面的流浪汉 用公园的饮水机刷牙 三餐还是跟住在公园里面的帐篷大叔们一起吃 但是明月还是坚持每天晚上 要回到自己的车上全缩起来睡觉 仿佛这样她才有如同回到妈妈 子宫里头一样的安全感 有趣的是明月她停车的地方 恰巧在住了游民的公园和一间高档酒店的中间 这个地点也象征了明月不上不下半吊子的处境 她拉不下脸来干脆的加入游民大叔们的行列 却也住不进高档酒店里头 而且在第一集里面我们都知道了 明月以前还是这家酒店的常客哦 从第一集明月跟游民大叔们 还有伊藤的对话中透露出来的线索 我们可以推敲出明月似乎 被附在很多不为人知的过去 伊藤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挑上她当作实验的对象 治愈经过乳骨穿口手术之后 明月产生了什么样的超能力 或是第六感呢 是这样子的 手术后的明月她不经意的发现 如果是把右眼遮起来 只用左眼看人的话 有一些人的样子会变得非常的习惯 但并不是全部的人 像是这个变成纸片人的上班族 身体分成两半 左右手互握的大叔 还有一开始跟男生讲电话 下半身就转动个不停的辣妹 明月把她不可思议的体验 向金主伊藤报告 伊藤回家查了资料之后 提出了她的观点 她说明月看到的东西叫做 也就是本作的书名 原本指的是在中世纪欧洲 炼金术士把人类的精益 混合各种药草 利用马粪发酵之后 做出来的人造小人 在现代医学里面 引用了这个字 中文可以称呼为皮脂小人 把身体里面最敏感的一些感官 像是眼、嘴唇、手指 连接到大脑皮脂层 在立体化之后 就变成了拥有巨大的眼睛、唇舌、手掌 和生殖器的脑中小人 把明月看到的这些怪物 解释为Homunculus 曼狂觉得稍微有点牵强 反倒是中文翻译成 异变者来得更合适一些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描述明月 跟她接触到异变者的交手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明月也渐渐的挖掘出 她一些自己舍弃掉 遗忘的过去 曼狂在这里不想剧透太多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明月在故事里面 遇到了三大异变者 第一个 是明月发现自己能力的第一天 在夜晚的繁华街道上 遇到了黑道组长 这个有张欣欣脸的组长 她异变成了一具机器人 但是呢 在她魁梧的金属外观 其实是要保护在里头脆弱的部分 这个组长有断指组长的称号 稍微不容易就要切人小指泄分 她自己的组员也几乎都被切过 但是明月却发现 这个组长要切人手指的时候 机器人的外壳就会打开 藏在里面的小男孩会露出来 而且这个小男孩还拿着镰刀 在切自己的小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个是伊藤为了要验证明月的能力 带她来到了一间有点瑟瑟的店 在这里你可以先透过单面镜 指定你组议的JK 然后呢 JK会移动到个人房里 透过单面镜做出你指定的动作 最后脱下身上一部分的异物 让你带回家当作纪念品 伊藤跟明月很快的就找到店里面最重的一位JK 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异变者 杀怪 第三个不是别人 就是伊藤学她本人 当明月一开始产生能力的时候 她就发现伊藤也会异变 只是她没有跟伊藤说 明月骗伊藤说她不会异变 但实际上是明月一闭上右眼 伊藤就会消失 从那个时候开始明月就非常在意伊藤 她想要搞清楚伊藤究竟是怎么样的变异者 因此一直在偷偷观察她 后来明月才发现伊藤并不是消失 而是异变成了透明的水人 再仔细看 这个宛如人形鱼缸一般的伊藤异变者 里面竟然住着一只漂亮的孔雀鱼 介绍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易变者》这部漫画 有没有产生一点兴趣呢? 我觉得这部漫画最厉害的地方 在于她透过明月看到的《易变者》 赤裸裸的把人性的真实、欲望 还有恐惧给描绘出来 像是明月在制服店请JK服务的时候 那个沙怪身上的变化 只是要把漫狂给吓死 后来明月亲身去跟沙怪接触 才发现JK身上流来流去的不是沙子 而是跟一粒一粒沙子一样小的符号和文字 也就是说人类是否都需要 透过别人给你的名字、称号 才能定义自己的存在 如果我不是某家公司的员工 或是某人的丈夫 哪个孩子的父亲 我该怎么定义我自己? 我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随着故事慢慢进展 我们最后终于发现 伊藤是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 他从一开始就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总是尽力打扮自己 来到爸爸面前 又把身上的装饰全部拿掉 装出一副乖乖拍的样子 后来明月硬逼着他穿上女装 他又更加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我们是不是也都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而对自己不满意呢? 比方说鼻梁稍微低了几公分 两眼的间距稍微宽了那么一点点 或者是脸上眼角多了一点纹路 就非要去开刀动手述不可 慢狂觉得这是异变者带给读者 最大的警示还有启发 好,最后来聊一下异变者的结局 以前我在部落格还有PTT 分享这部漫画的时候 很多乡民说他烂尾 但是慢狂我是不会这么觉得 我一向都喜欢能够温暖人心的漫画 如果从头到尾去品味 明月跟伊藤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看到结尾 应该能够从三本应付 他冷酷写实的风格里 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 最后慢狂小小剧透一下 异变者的结尾让我联想到一部电影 约翰·库萨克跟约翰·马可维奇 主演的《变老》 我相信这些都是独立的艺术创作 只是表达方式有雷同之处 大家自己看了就知道 我是慢狂 如果喜欢我的介绍的话 请帮我按订阅 我们下次见